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让我们来看几个重大的财经讯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最快美国总统拜登很可能就在下个节目 发布总统的行政命令 检查所有流向中国的敏感科技 跟敏感的技术投资 这项行政命令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投资专业知识 加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研发 也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 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行政命令的范围包括了美国的私募股权 风险投资 而对象包括了中国的半导体 量子计算 人工智慧的投资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行政命令涵盖的多数投资 但要投资之前不是禁止 是要先通知美国政府 而某些投资可能是永久被禁止 有些是会被批准 在各种不同的状况之下 在其次另外一个是核的消息 前面是冲突的消息 美国将正式的邀请中国现在最高的外交官员 又回任外交部部长 同时也是外部市的主要负责人 王毅访问美国 而王毅目前尚未回应 中国外交部说 希望中美保持沟通的一个良好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